Hello 大家好 王健民是許多台灣球迷接觸大聯盟的起點 當時刮起的旋風 連早餐店老闆娘都會被揚擊的鑽絲打線 還有許多球迷熬夜爆竿 就為了幫王健民加油 而今天要來回顧的是2006年6月18日 讓全台灣熬夜看球的球迷 最痛心的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是王健民挑戰大聯盟的第三次參賽者先發 同時也要挑戰該季個人第八勝 面對對手是主場的華盛頓國民隊 國民隊派出防御率比王健民還優異的年輕投手Michael O'Connor先發 這場比賽兩隊投手都展現不錯的壓制力 王健民前八局僅僅只掉一分 而良基隊一直到八局上半 才靠著AERA的二雷安打朝前比數 比賽快轉到九局下半 王健民只要再抓三個出局數 就可以達成生涯第一場玩頭勝 成為台灣第一人 只可惜棒球之神沒有站在他這邊 王健民在一出局後被打出一支一雷安打 下一棒輪到是當時跟王健民一樣 同為大聯盟二年級孫的Ryel Zimmerman 由於當時陽基隊接連的出賽 讓牛棚過於操勞 教練團決定要王健民挑戰玩頭 戰況緊繃之下 王健民放慢節奏先做了一個牽制 接下來捕手往內角蹲 配了一顆內角直球 但現實就是如此殘酷 這顆球朝著紅中而來 Ryel Zimmerman帶出全場少有的石頭球 大棒一揮 直接將小白球扛出左外野大牆 形成一支再見紅不浪 滿場的組隊球迷開心得不得了 國民隊的所有人員也在本類版 開心的等待Ryel Zimmerman回來慶祝這個勝利的時刻 而就在此時給人印象內斂的謙虛的王健民 卻在這個時候罕見動怒 進到休息區的第一個舉動 竟是憤怒的將手套往板凳上摔 這個畫面與場上的情景形成強烈對比 隨後洋氣隊總教練Jotori走過來安慰王健民 這個痛心的畫面也深深烙印在每個台灣球迷心中 雖然很痛 但不管過多久 這個怒摔手套的經典畫面 也為台灣棒球史上寫出了精彩的一頁 王健民在許多球迷心中都有美好的回憶 你也是其中之一嗎? 一起分享你在過去對王健民的哪一場比賽印象深刻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